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更是归在了俄眉派开派祖师郭湘的身上 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那么在以天结尾失去了掌门人的俄眉派 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今天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分别是以天中俄眉派在以天结尾的现状 俄眉派本身的悟空传承和俄眉派周围行事 我们一一来说 俄眉派在以天结尾的状况 众所周知 郭湘的和梅和张三丰的武当 在以天中得以击身六大派 与少林分庭抗礼都是艺术 张三丰是凭借个人天才 郭是借助神望家生 郭和神雕时代 几乎所有勾档子的武林大豪都有交情 更重要的是借由郭靖 占助了天下的大义 但由神雕而以天 上个时代的行光渐渐磨灭 而且是有意识的 郭所能得到的助力越来越小 在以天书尾 俄眉已颓势巨线 以天之中 郭湘俄眉只有一个半好手 灭绝算一个 周知若算半个 因为在书末 周知若大撒四方的武功 皆不来自俄眉派 而除去这两个人的全部俄眉 被紫山龙王单人吊打 而以天是金书一流高手最密集的时代 紫山龙王这个极数的人物 当时江湖上也许还有几十个 俄眉的硬实力已远不负六大派之名 即便如此 倘若承煦于危 韬光养晦 未必不能延缓时日 然而又在图师大会得罪天下群雄 成为众矢之地 周知若在图师大会上示意尽加 先后用霹雳雷火弹杀了司徒天忠和夏咒 而这种暗杀正是武林人士所不齿的 他们失去了人心 却还依然高高在上 甚至听夏咒提到 创派祖师的名讳一起站起 原文描述道 靳家两条长眉 斜斜竖竖起 贺道 本派祖师的名讳 其实你这混蛋随便叫的呢 夏咒道 你峨眉弟子多行不义 玷污祖师的名头 别说孤女侠 便灭绝师太当年 纵然心狠熟了 见底却也不出无罪之人 然后夏咒就被靳家弄死了 要知道 山东大侠夏咒的真实武功 能跟韦一笑拆上50招 倘若夏咒有几个和他武功差不多的朋友 去峨眉寻仇 峨眉若无周指出 任何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招派顿时就砸了 四处处敌依旧狂妄自大 这就是峨眉派在以天结尾的状况 峨眉派武功传承 说完了外音 我们再来看一下峨眉派本身的传承 在门派理念方面 峨眉派并无自己的传世哲学 看起来 虽然两代掌门都是尼古 近乎佛门 实际上是世俗门派 这也就是峨眉第四代 纪小福 丁敏君 周指若树人皆为俗家 而人有机会或有野心 接掌门派的原因 峨眉甚至还有男弟子 而男弟子之所以 存在感不强 主要原因也不是门派不允许 而是灭绝个人不喜欢 这样的门派在强者的领导下 或可勉强敷衍 一旦失去主心骨 必然各自为政 一团散伤 经书中门派要想久远 必有所知 还是拿武当举例子 以天武当礼 张三丰虽是道士 妻子却仍是俗家 本质上还是世俗门派 但武当之所以能流传后世 还是要靠抱道教的大腿 成为明朝的国教 教派的意义 不单是能凝聚会众 取得官方合法身份 有污又有田 生活乐无边 而且 另一个关键 在于可以合法地 分享世俗权利 少林寺在明淡 圈养僧兵是合法的 而且派出僧兵支援 其他僧团也是合法的 这个权利非常吓人 所以经书中 少林洞哲就能掌握十万人级别的饮食力 而以天峨眉的行丹影之 甚至远不如以天武当 武当尚有武侠师兄弟 峨眉只有灭绝一人 世俗关系上 灭绝未必再能找到一个挚友助权 而武当的张三丰 和宋远桥都是交际狂人 武当百岁寿宴之前 张松熙曾策划过 大寝张三丰的朋友助权 即使谈判不成 改以动手 也绝不会吃亏 张三丰的朋友 只要是活的 又哪里会有弱者 这样可怕的隐形资源 峨眉哪里有 再说武功 郭湘的能力足以开派 但不足以保证这个派系 世代相传下去 我们知道 峨眉派的内功 是峨眉九阳功 而除此之外 郭湘自创的思想权 金顶绵掌 佛光普照等 自创武功非常之少 要知道弟子与弟子的天赋 是不一样的 开宗立派就要有足够的武学 来有教无类的教育 我们如果把现在的大学 看作是门派 那么各个院系便是武林秘籍 弟子们进行相同的 入门考验之后 再根据天赋的不同 分配不同的武学 但峨眉派的武学至少 令人发指 就拿灭绝师太来说 在自己武功有所大成之后 也是自创了 适合自己的灭剑 绝剑 但是他的武功又仅适合自己练习 纵观整个峨眉派 能传承的武学确实少之又少 即使是张三丰 个人武功恐怕中年就已天下无敌 但人要到百岁后创出太极拳 才能保证武当门派武学的不坠 峨眉显然源源不醒 峨眉结局 所以综上所述 倚天末期 郭湘和眉 时已病入膏肓 虽然外强中干 也不过是靠着张无忌和周梓若 这两个主角 吊一口气 如果张无忌不明显占额美 即使周梓若 已经有了速成九音 以及在图诗会上的嚣张跋扈 灭亡也在玄种之间 所以在出版倚天结尾 张三丰亲自出来占额美 而峨眉的掌门交给了张无忌 凭着张无忌的武功和威望 可以将图诗大会 峨眉的仇恨无限抵消 而张无忌尚青春年少 峨眉还有重振之机 但不料想还有一番 这一番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 而朱元璋在明教内部 只是个中层干部 最忌惮的就是这些元老奇素 所以张无忌很难在 大明疆域内生存 没有从容改组峨眉的时间 进一步说 峨眉如果和张无忌有交际 在朱元璋的王朝内 不可能有什么好日子 朱明崇尚武当 从另一个角度说 恰恰是武当有张三丰 所以虽然张无忌出身武当 但武当却不会打下张无忌的烙印 所以倚天峨眉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基本可以说灭亡了 即便想象一种极端场景 倚天峨眉的某个传人 得托大难 在若干年后 从临开始重建峨眉 也不好说那样的峨眉和倚天峨眉 还有多少关系 归根结底 郭湘创峨眉 凭借的两大要素 一是因爱而生出的执念 二是宋元一代史的大义 都已消灭了 经书中将来出现的峨眉 有着不同的传承和历史 而关于在笑傲江湖中出现的峨眉派 冲续道长曾这样说过 少林派向为武林领袖 数百年来众所公认 少林之次便是武当 更其次是昆仑 峨眉空同出派 令狐贤地 一个门派创建成名 那是数百年来无数英雄豪解 花了无数心血激烈而成 一套套的武功家术 都是一点一滴 千锤百炼的积聚起来 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五月剑派在虎林崛起 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 虽然兴旺的快 家里总还不及混沦 峨眉 更不用说少林派博大精深的 其十二决意相比的 令狐冲点头称是 这里可以证明 峨眉派的历史 绝对是从郭湘处算起的 要不然不会有百年历史 但纵观整本校江湖中的峨眉派 却是以男性道人居多 应当是峨眉派灭派之后 重新建立起来的门派 而他们的掌门人 也由师太变成了道长 开篇林震南的话 也直截了当地点名了 峨眉派在笑傲时期的江湖地位 不及少林武当 却能和五月剑派并驾齐驱 众所周知 笑傲故事的主角就是五月剑派 和派大会举行时 无数观众 这是何等江湖盛事 峨眉派与五月剑派并列 地位自然不容小觑 而令狐冲也曾说过 听说峨眉派向来极身自好 不离江湖上的闲事 声名极佳 我祝向先生解围 却不可伤这道士性命 令狐冲的心理活动 直接反映出峨眉派的江湖民生 所以综合来说 以天中的峨眉派灭亡之后 男性弟子重新建立的峨眉派 并吸取灭绝师太的教训 不离江湖闲事 安心修炼武功 这才保证峨眉能一直延续到陆顶级时期 安稳度过几百年 灭绝师太搞风搞雨 一心想壮大峨眉 声势浩大 东征西战 最后 却落得个灭派的后果 木秀月灵 风必摧之 相比之下 张三丰一个人兢兢业业 闭门不出 武当博了个好名声 也绵延百年 做人做事还是要低调 闷声发大才才是正道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